大家好,相信很多2015年的XPM考试还记得这件事情吧 汤玉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的童心 在因为他考取了XPM那个MX考试的时候 在回家途中他选择上吊自杀 这件事情引起了全国马来西亚学生感到无比的震惊与惋惜 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情过后 在面书出现很多类似读书无用论这类的论文 很多人会说其实读书不是你唯一的出路 还有很多出路的即使你不读书 你还有很多的管道可以让你未来以后的人生很好 有一篇论文是这样写的 他说比尔盖茨他即使到半路修学了 但是他最后还成为了软件的一个很成功的人士 但是你没有想过在西宁鸡汤的另外一个故事的背后 他的反面是你没有想过比尔盖茨 他母亲是IBM的董事 他第一单的生意就是他母亲给他的 然后他是因为他是在哈佛这大学输学的 你没有想过比尔盖茨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而你是否像他有这样的能力呢 同学们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读书也许不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读书它跟进行的道理是一样的 读书不是万能 但你今天不读书却是万万不能 所以大家还是以读书为主要 珍惜好你的中学生活吧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